好 今天 分享一下 我去泰國去看死亡鐵路 跟貴兒大橋 我自己去 我沒有買什麼 KKROAD KKDAY的行程 那時候因為 他們行程都賣滿貴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他們的行程 但其實後來想一想 好像其實我花費也差不多 不過我時間使用上比較自由一點 但是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 買他們行程 你想要自己去看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 參考 我這個只是我的經驗分享 那當初我是直接從曼谷出發 我早上就是用Grab Grab叫計程車 然後跟他說我要去泰國的 不是泰國 去他們的巴士 南巴士站 新的南巴士站 然後其實蠻遠的喔 那個路程 我開到那邊Grab過去的價格 大概是250塊 說到那個北壁的南巴士站的時候 因為是 但是還有點早 所以沒有很多人 那他的售票台都是在二樓 然後就一個圓圈這樣子 你就走到那邊走 然後拿著你的那個英文查一下 看他的售票口在哪 然後我也就是這樣查 然後走走走走 我就看 為什麼他的售票口沒有開 我就嚇到 然後我就想說 對啊這個啊 字眼都一樣 然後我就再稍微再確認一下 真的一樣 我後來就真的是想說 靠北已經快接近我開車的時間了 不行 我一定不能這樣子在那邊坐以待斃 我就走去隔壁幾個 有人在那邊的 然後 他就 跟我說 我就 一聞他說為什麼那個沒有開 然後他就是 講了一堆我聽不懂的 太適英文 實在是 我不知道英文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他講的沒有很標準 我是聽不太懂 反正就一直講 盪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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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盪 我就一直想說 哪裡下面啊 然後 後來 我終於明白 他就說是在 搭車處 就是 直接在搭車處那邊售票 我才想說 應該是這樣才對 我推算 我到走下去的時候 應該就是在搭車處 結果真的沒有錯 我就是下去之後 他在你上車的地方 就擺了一個小桌子 然後就有人 坐在那邊 然後你看 對就是這裡 你就是付錢給他 我也忘記是多少錢了 滿便宜的 一百多塊兩百多塊 然後我就搭這個車到北壁去 那這個巴士呢 它不是值得啊 它沿途就是真的會一直有 當地人 上上下下的車子 所以 你可以選擇 坐在巴士比較後面的位置 比較不需要 一直有人從你旁邊走過去 會比較吵一點 你就可以睡覺 反正是早上的車 不會有很多人 但是 那邊的巴士 就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有一個 不好的缺點就是 它的那個 油 就是 機械的味道 那種油味 機械油味 你坐在後面會聞得滿清楚的 這一點就是看你自己的取捨 然後車上 車上有廁所 然後你就會坐到北壁的巴士總站 然後我就先在那邊 稍微灌了一下 就是去車門買個水喝 然後再回來看一下 觀光一下他們的車站 結果就有一個 外國人 歐洲 歐美聯孔的人 然後就是穿著軍服 然後旁邊 應該也就是泰國的當地官員 三四個人走在一起 在那邊附近巡視 然後那個外國人就問我說 Do I help you? 還是Can I help you? Do you need help? 我就說不用不用 我不用help 我想說 哇塞怎麼用 歐美人會在這邊會幫助人 我覺得這一點 還真的是蠻驚喜的 就是你去那邊 還會有一個歐美人問說 你是不是需要幫忙 我看起來很惶恐 我就是在那邊 一直四處看說 哇塞這就是北壁車站 他只想說 哇塞走不到車站 什麼 反正我就是跟他說 我不要用幫忙 我就走了 我就走到對面街 去找那個嘟嘟車 然後他們對面就有獨自車 你就可以稍微問一下說 什麼去 我就是要先坐車到那個 貴兒大橋 因為我想說先去那邊看 然後之後再租機車去死亡鐵路那邊 然後我問了 我記得當初的價格 他是開一百塊 我想說算了 就一百塊也給他 應該不會 我也不想 我比較少懶得殺這種價格 反正我想一百塊我可以接受 我就過去了 然後貴兒大橋那邊 真的還不錯 然後你就會一直看到 有小朋友在那邊彈吉他 然後這個累了 就會換下一個地步上來 就一整個 早上到下午 都一直有小朋友在那邊彈吉他 而且都是不同的 那我那天 其實在那邊吃中餐是還不錯啦 這個也是旅遊經驗 在那邊吃中餐 但如果你沒辦法適應他們的飲食的話 其實旁邊比較走 離貴兒大橋可能走個五十五六十公尺 就有一些比較 蓋的比較新的 然後的餐廳 可能比較衛生 我不確定 但是蓋的餐廳 有冷氣比較舒服 你可以坐在裡面用餐 不然就是可以去他們那個 河上面那邊用自助餐 但是通常那種自助餐 其實餐飲會比較多 所以我都比較沒有去 因為我怕吃壞肚子 我的胃就跟玻璃一樣 啪就破了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妄論他 太那個 然後 後來 我就是 請他載我到背包客界那邊 然後我就去那邊租了一台機車 我會放我租那個機車的招牌 我當初還會把它拍下來 我本來租的時候 他說要押護照 然後說護照給人家太不安全 然後我也有查 就是網路上有人在說 如果你不願意押護照的話 他可以讓你押錢 但是我那一間 我是直接跟他說我不要 然後 我就說那算了 我不要 然後我就走了 他在燃入我說 你可以押錢 我就說好 那我就押錢好了 我就把押了一千塊 是五百塊吧 然後租一天好像是兩百五左右 然後後來 我就是出去加個油 加油也蠻方便 蠻簡單 他會跟你說要加什麼油 我出去好像是加了一百吧 因為我不想到時候回不來 所以我還是就加一百塊的泰銖 然後我就沿路這樣騎過去 真的是推薦你可以自己來騎車 但是如果你是怕曬的人的話 就不適合 沿途真的是擦擦的 真的到爆 就是哇塞的陽光就這樣 啪 下來 然後你就是這樣騎 我當初也就是這樣穿五袖 我好像還是穿這件 哇 我好像就是穿這件騎的 然後那個手真的是一天下來 就整個就都曬出痕跡來 真的是大太陽體下騎去耶 然後我騎到那邊 因為我停的那邊 是不是一般我們那種團客 觀光客會停的 另外那邊有販售部 我是停另外一個 他另外為了可能是 為了他們觀光用 所以其實那一段 死亡鐵路的前後段 都會有一個車在 車都會停 所以我就是停比較沒有人的這一段 但是沒有人那段 他好像有一個度假村的感覺 就有一些他們比較原始型的那種 觀光的遊樂設施 我應該有拍照 我先把照片放在這邊 然後還有水上的一些船 一些什麼的 可以在那邊玩 蠻漂亮的 而且機車放在那邊 也沒有別人啊 但是我那邊 其實是有歐洲團客 歐美團客 車停在那邊的 雖然只有一台而已 反正我機車就停在那邊 但是我怕被偷走 所以我沒有走到另外 一個車站那麼遠 我走到一半我就回來了 然後 就是拍完照 我就回去了 反正我只是為了要看那個 我沒有要在那邊躲走 騎去騎過來我也忘記多久了 反正我應該來回三個小時就結束了吧 然後後來因為實在是 覺得實在是太悶了 騎得有點遠 網路上其實有很多路線 你可以去找來 他們都會教你怎麼騎 然後你自己慢慢看Google Map 騎就可以了 然後沿路呢 就是如果你沒有騎到七八十 九十了 你就會沿路這樣啪啪啪 就會有人從你那邊超車過去 反正去的時候我覺得很遠 回來因為我就沿途 就帶著的金 然後啪啪唱得到大聲了 我去我也沒有換國際護照 反正好像也沒有警察攔我 那邊比較鄉下一點 沒有警察 不然就是可能我比較沒有遇到 比較幸運一點 那你們如果拍的話 還是換一些國際護照會比較好 反正我回去的時候就 我就再回去看 另外他們那邊的車站 其實也蠻漂亮的 或者再去看一下北壁車站嗎 對 八壁那個青年旅館 青年旅館那條街 附近你可以用手就可以走到北壁車站 對應該是北壁車站 那邊車站其實也蠻漂亮的 有的人會從北壁車站的上站之後 然後到桂河大橋那邊下站 再拍照 然後拍完之後再從桂河大橋那邊 再一路做到死亡距路 但是從桂河大橋到死亡距路其實很久 而且很熱又沒有冷氣 你不可能 我當初自己評估說不行 坐那麼久一定會熱死 而且在車上其實超無聊 你風景又不一定很漂亮 所以我還是決定自己用騎機車去 我覺得騎機車真的是比較推 你要坐在火車上超慢 真的是 不是很喜歡 然後後來我去完鐵路之後 我就再回去總站 坐一樣的巴士回去 然後回去到曼谷的南巴士總站的時候 他旁邊就有一個夜市 你就可以順便逛一下夜市 再回去 再坐車回去你的旅館那邊 但是很奇怪啊 就是我回來的時候 他那個巴士他會先開過南巴士總站 然後開到已經快要進曼谷市區了 然後又再繞回來 我想說這集的狀況 為什麼還要再先放這一波呢 早知道這樣我就在那邊下就好 反正我最後還是又回到巴士總站 那就是有一點過了頭 然後再拷回來的感覺 反正後來我想說有夜市 那我就逛一下夜市好了 順便吃一下晚餐 真的不錯 一天的行程就是這樣 對 這就是我去北壁看的經驗 如果你也想去北壁看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行程我覺得也還不錯 如果你不要跟一天的團的話 自己這樣子有一種小冒險的感覺 但是已經有前人走過了 所以我才會選這種小冒險的感覺 去這個 其實蠻不錯蠻熱血的 你可以試看看 如果 不過我覺得啦 你還是兩個人去會比較好 我自己一個人去 我是覺得我還OK 因為我男的嘛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女生就至少要兩個人 或者是一男情侶去 會比較好一點 就這樣 掰掰